哐当 法则之恋 剧烈晃动 激荡起无数金色虚影 如油蛇 一般顺着 玉臂迅速上窜 不仅长过脖梗 将她的左臂也束缚住 连腰身和双脚 也被缠绕了数圈 整个人都被锁定在高空之上 爱先生 眼见爱再次陷入危机 莫得脸色变得猙獰起来 躲开天罩子等人 就冲了过去 要将爱救出来 几乎同时 顾青青也是一跃而起 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 他们两人都中过 龟须的幻属 若非爱当时 将他们救了过来 怕是现在还处在昏迷内 甚至可能早就领饭盒了 哗啦 天空上的法则之恋 有两根突然分射出来 瞬间将莫和顾青青缠绕住 放开我 莫化作的红光血色大圣 发出嘶哑淒厉的吼声 但任凭两人如同挣扎 法则之恋 都是牢牢束缚住二人 无法从其内挣脱出来 林木迪等人皆是脸色大变 大家切勿乱动 波木沉声道 法则之恋 唯有戒王晋的强者 并且得到 天道任可方能召唤出来 以我们的力量 根本无法抗衡 林木迪经道 那怎么办 现在他们三位 都被锁住了 波木脸上流露出 悲戚的神色来 道 爱先生 炼制出的万物规则 为戒力所不能容 怕是要让其自生自灭后 这法则之恋 才会消失 什么 众人皆是一惊 道 那团萌萌金光内 到底是何物 竟被戒力不容 爱也听见了波木的话 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 不由的双目垂泪 身体速速发抖 如同受到寒流波及的蝴蝶 教人可气诛 世人气泪只因无力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血死去 眼睁睁看着追寻多年的 树道巅峰 要在自己面前 遗落成空 那种毁天灭地的绝望感 远胜子雷 轰入他身躯 但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天道最高 旗下 皆为蝼蚁 天舞界的界力 自然不会容许 超越自己的存在出现 当年的磨合骨神觉如此 现在的万物规则 亦是如此 爱挣扎了一阵 发现没有任何挣脱的可能 终于放弃了抵抗 就像是一只 被诸王网著的流营 挂在法则之链上面 无力地低垂着头 波木不知是圈位旁人 还是他自己 叹息道 至少一先生性命无虞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吧 林木迪凝视着那团金色光芒 同样痛惜地探道 看来我们只能等待 那万物规则消亡 届时这法则之链自然就会跟着消失了 天罩子等人都是心中一痛 但却也无可奈何 爱心灰意冷地挂在法则之链上 气息几乎微不可闻 大黑妞四周静靡下来 所有人都默然无语 爱带来的震撼太过巨大 没有多少人还在关注李云霄 见爱性命无忧后 李云霄心中才轻松了起来 开始回过神专心炼制 那三柄神剑被山河顶的 世界之力压制住 暂且不用理会 现在最麻烦的问题 便是那超悬空间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 即便有悬扬作为影子 也无法找到三剑和超悬空间之间的切入点 当初炼制剑斩星辰的时候 并没有这样麻烦 因为星灭 尘光 斩妖都只是 九品巅峰的玄器 并没有空间属性 但现在的三剑 无疑不是顶级存在 没有超悬空间 这样的存在 根本融合不了 若非突然得到这超悬空间 他也不会铤而走险 去炼制什么三剑合一 都已经这样了 彼时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 怎么也得练完吧 人家怎么说 也是天舞盟盟主 哪怕做做样子也行啊 人群中有人注意到了李云霄的动作 那些押住李云霄书的人 开始冷嘲热讽 既然还没比完 就没定输赢 闭上你们的臭嘴 押李云霄胜的人 虽然自知获胜无望了 但却又不甘心地反驳 那些自觉稳赢之人 反唇相激道 法则之恋都被引动了 李云霄别说天舞盟盟主 就算是宇宙盟主 也只能认怂了 菲尼虽然也欣赏和怜悯爱 但更希望李云霄莹 各种冷嘲热讽传入耳中 脸色当即便冷了下来 杀意随之弥漫 喊道 刚才林木敌大人所言都忘了吗 谁再叽叽歪歪 就立即滚蛋 她是造化尽强者 不怒意自威 更黄润杀气冷人心皮 众人只觉得心中意寒 顿时不敢再言 原本最喜欢挑逝的顾青青 此时被法则之恋捆住 动弹不得 也就没心思寻衅了 只不过 她红唇微微勾起 看上去还很是得意 整个长空都安静下来 只剩下李云霄 依然在山河顶的领域内 尝试着融合三剑 即便融合了三剑 能赢吗 此刻李云霄心中 有些动摇 且不说能否同样引得 法则降临 就算可以 也不过是平手罢了 爱得万无规则 已经是这一剑内的炼制巅峰了 不想了 李云霄定下心神 将脑海中的杂念压下去 不管如何 先融合三剑再说 如果降下子雷和法则的话 至少也能混个平局 说实话 她心中郁闷无比 从未有过这样憋屈的时候 还没炼制完 就已经彻底失去了 赢得的希望 既然爱那边已成定局 天罩子等人 也都收回目光 静静地看着她 毕竟能够走到这一步 也不容易 至少展现出了 巅峰数炼师的风采和实力 李云霄静下心来 开始专心炼制那超悬空间 山河顶上 喷布而出的世界之力 像海浪一样冲刷着 霓虹 寒光三剑已经被磨去了棱角 各自绽放出剑光 连接成一片结界 安详地罩在山河顶上 十分和谐 超悬空间如一朵幻云 在李云霄的操控下 缓缓降落 尝试着融入剑枝结界内 五行巨灵同样加快了掐绝速度 凝成一个直打百仗的五行环 将一方空间圈阵在内 其内五行相生相克 生生不息 被几乎所有力量 都产生了压制和融合的作用 能够成功吗 林木迪紧张地自语 此刻胜负对他们而言 已经不甚重要 重要的是数炼的过程 虽然李云霄的炼制 没有爱那样惊天动地 但放在数道历史的长河内 依然是一次了不起的尝试 伯母满脸忧色 摇头道 看样子他还没能摸透 这空间的频率 整个炼制已经持续一天多了 如果还找不到入口的话 李云霄的精气神 也都要衰竭了 天赵子突然瞳孔中 暴射出精芒 惊叫道 他要强行融合了 所有人都是心中一灵 目不转睛地看着 就连挂在法则之链上的爱 身躯也微微动弹地下 抬起头来 李云霄目光凝重 正如波木所言 再拖下去的话 等精气神号空 就彻底失败了 超悬空间 如同浮云一般 缓缓落入剑之结界内 三柄神剑 顿时发出剧烈的震战 三道剑光冲天而起 竟是要将那空间斩破 不好 李云霄大吃一惊 整个心都凉了 原本和谐在一起的剑意 再次分开 三柄剑发出 铮铮颤声 五行巨灵急忙伸出手来 掌心汇聚出 各自属性的力量 往中心压去 轰隆 五行环压在三道剑气上 瞬间分崩离析 化作漫天的五行元素 零零碎碎地消散退去 同时那巨灵 也一道倒碎裂开来 成为漫天粉末 失败了 不知是谁惊呼一声 大黑牛四周 顿时哗然起来 终于奋出胜负了 蓝炎竹等人 瞬间面如死灰 哈哈 结局早已注定 何苦强求挣扎呢 非要弄得自己狼狈不堪 才过瘾吗 顾青青被绑在 法则之链上 畅快地大笑起来 天赵子摇头探倒 此战院不得李云霄 他已经尽力了 三剑合一 五行巨灵练气 都已经远超我们的水准 飞昂还没说 你们急什么 曲红颜突然立鹤一声 所有人皆是一惊 往那练气中央望去 五行巨灵爆裂后 三柄神剑演化出万千剑气 在长空上 急速交错穿插 加上漫天的元素之力 犹如一幅圣石烟花 凌乱扑展在天空上 让人眼花缭乱 在那璀璨的混乱中央 李云霄面白如雪 眼中闪过绝燃之色 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了 他也在故屋 诸多顾虑 直接将顶中世界打开 白色的光芒 喷波而出 往四面八方席卷去 无论是漫天元素 还有三柄神剑 亦或者那超悬空间 都被山河鼎以 惊吞之势 强势纳入其内 轰隆 各种纷乱的力量和光芒 都被吸纳一空 随着山河鼎的入口关闭 整个天空变得清明 与之相对的是 李云霄脸色阴沉 猛的一掌拍在鼎身上 顿时大量磨合骨子冲起 开始强行练顶 这 天赵子惊慌道 他疯了 他刚刚吸纳进去的那些东西 若是强行练制的话 极容易炸裂 届时不但整个大黑妞 都得跟着完蛋 甚至会还波及道研武城 林木迪脸皮抽出了一下 咬牙道 这点就放心吧 有我们在 再强的力量都能压制下来 既然胜负未果 就让他疯狂一次吧 他知道 李云霄骄傲一事 必定不会甘心坐以待毙 但心中 还是忍不住发出长长的叹息 山河鼎 在瞬间的静迷后 突然爆发出剧烈的震战 那白色光芒 更是化成巨浪 铺天盖地地往四周推去 整个大黑妞上方的空间 震动起来 山河鼎内 爆发出的狂乱之力 竟隐隐有撕裂空间之势 一些强者 甚至能听到 玻璃炸裂般的脆响 这李云霄 到底在搞什么鬼 周围不断有人尖叫起来 李云霄自知失控 他预料到山河鼎会暴乱 却没想到这力量强大到 即使是 他也难以压制住的程度 当即一咬牙 画出三头六臂 法相精深 六臂同时掐绝 施展出四大神诀 成片的磨合骨 经文浮现 一句句地往那山河顶上 烙印过去 虚于时间 山河顶上布满金色文字 一瞬间金光流转 将那光芒万丈的 世界之力 也变成了金色 那些狂暴的力量 在磨合骨神爵镇压下 竟然逐渐平息 开始变得温顺起来 什么 这 这不可能 随时做好 出手准备的林木敌 等人皆是双目元征 不敢相信 那种毁天灭地的力量 竟然如此简单 就变得平和下来 好四上一秒波涛如怒 下一秒就变成了流水从从 此番奇笑 即使是李云霄 也没有想到 当下心中大喜 不再犹豫 一句句磨合骨经文 急速成形 霸道地往那山河顶上拍去 所有嘲讽的声音 几乎瞬间就消失不见 一波三折的变故 让很多人脸色都变得呆滞起来 李云霄却是越发顺手 动作行云流水 脑中突然有种 醍醐灌顶的明雾质感 当下缓缓闭上双眼 四篇神诀在脑海中逐一闪现 所有的文字开始涣散开 竟然字形重组 那磨合骨神诀 原本就不容于是 被梵天子雷劈碎后 化成三千单字词组 对应三千大道 散落世界各地 后来 才有大神通者 搜集了大量古文 开始逐字推敲 演化出了这上百的磨合骨经文 即便是四大神诀 也并非古经文的原版 只是这上百经文中 最为接近天道之力的四篇 此时此刻 李云霄对单字的理解 可谓当时第一 四篇神诀中所有的字 悬浮在山河顶上 皆如于一般空游 显得空灵瑰璃 磨合骨字 竟字形从四大神诀中 拆解出来 重组排序 什么 全天下的顶尖强者 几乎全部汇聚在此 每个人对天道领悟的程度 不一而足 但都能感受到 那些骨字上 蕴含的极强力量 不仅如此 重组的字句 散发出来的力量 更在先前之上 山河顶上的金色光辉 更加强盛了 神圣光辉 扑罩穷语 映照着众人 震惊的神色 一时之间 众人满心钦佩 在他们眼里 李云霄恍若神明了 哗啦啦 就在所有人 待着在原地的时候 天空之上的法则之链 开始猛烈震慌 散发出躁动的气息 不好 摩合骨字重组 怕是要再现 当年神诀之力 引动戒力了 波姆一下 师生惊呼起来 他知道 摩合骨神诀来历 这东西 当年成行之后 被蔑视神雷 轰击了三月之久 才最终烟消云散 化成三千单字 散落人间 如今李云霄 竟然使得三千字 自行重组 就算不是重现 当年的完整神诀 也是异常危险之事 绝不会被天地容纳 哗啦 所有法则之链 瞬间散开 成群结队地 往那山河顶飞去 爱等三人 则是一下解脱出来 不仅是现有的法则之链 虚空中 再次凭空出现 上千条链子 如冰雹般洒落而下 将山河顶捆了个结实 所有人都呆置住了 爱身形一动 趁机伸出玉壁来 将他炼化的万物规则收起 满心欢喜和感激 美目望向李云霄的时候 又多了极许担忧 此刻山河顶 已经被绑成了粽子 大量的金色链条 往李云霄绑去 还未靠近 便被一层层流光震散 而在李云霄的眉心处 渐渐浮现出界神碑的影子 不断有戒力散开 与法则之恋对抗 李云霄艰难地控制武林 打出神诀 山河顶在束缚下 还在运转 上面的金色蚊子 虽然游动得有些凝制起来 却毅然决然地继续重组 所有法则之恋 都晃动得厉害 天空上 到处都是其震荡出的金色链影 所有人都张大嘴巴 像被强光直射的青蛙一样 显得极其呆傻 能够跟法则之恋 分庭抗礼之人 古往近来的传说中 也只有魔喝古神 仿若不知疲倦地击出上万掌后 山河顶终于发生一变了 整个顶身剧烈地颤动着 旗上的魔喝古金纹 也再也不断地停地震战抖动着 大量暴躁的气息 不断地想要从顶内冲喷涌而出 冲击着法则之恋 李云霄位于暴乱中心 感受着山河顶的暴躁气息 深受影响 身体颤抖得的厉害 气息微弱 目光却死死盯住山河顶 眼看着就要支撑不住了 轰隆 传出了破裂的声响 直接炸裂成无数碎块 仿佛千万流星 自爆炸中心击射开 恐怖的气浪从中散发出来 在场的所有舞者 无意不是心神聚颤 色震胆寒 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 袭上心头 让人生不出丝毫的反抗之心 就连蓝炎竹等 造化镜强者 同样心神激荡 心惊肉跳 有种如临深渊的无力感 仿佛在这股力量下 天地万物都显得如此渺小 只要那力量随便移动 自己就要粉身碎骨般 此时方知 所谓人定西圣天 半壁久无狐日月 不过是修道者 亿万年来的痴愿 况 突然一道耀眼的剑气 冲破天际 冲向法则之链 玄机金属交接之处 传来激烈的斩鸡声 漫天法则之链 在那剑芒的镇耀下 轰然破碎 啊 这不可能 所有人都张大嘴巴 一脸蒙逼的模样 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脑子完全转不过弯了 天罩子脚下一个裂剑 险些跌倒 其余人都乐然无言 戒力规则 竟然被剑斩断了 法则之链 被斩断的瞬间 所有人都好像感觉到了万物破碎 心中狂震 目光所及之处 更是天地崩塌 好似苍穹毁灭 整个一界都分崩离析了 轰隆 剑气退散 一柄绝世宝剑显露出来 徐徐神灰下 不见真容 只是正然的剑音 在环宇间激荡 如君王灵世 巡视苍盛 随之而来的便是四级崩塌 乾坤颠倒 整个世界陷入无边黑暗 大黑妞也在刹那间崩裂开来 所有阵塔化作尘埃 城池在空中分崩离析 化成巨大的碎块 有的直接就粉碎了 有的则直直坠落 这毁天灭世的急事感 直接冲击着众人的心神和灵魂 一瞬间接心魂失守 在这巨变的紧要关头 只有灵目的还能维持住心神 第一个大吼道 所有人后退 快逃 那剑光虽然是斩向无尽苍穹 但徐徐剑灰却是扩散开来 照耀天地 将整个天幕都划为一方剑气领域 宇宙之间 好似一切都荡然无存 就只剩下这灰弘伟岸的圣剑 李云消守当其冲 在法则之恋崩坏的同时 借神碑也变得暗淡无光起来 恍惚几下便直接回到体内 随后的剑灰散开下 刺得他神木都无法睁开 仅仅在那朦胧之间 看到有金色磨合骨纹 引现于剑身上 破 他也看不住了 喉口一甜 一口鲜血就当场喷出 整个人的气势瞬间萎靡下去 在随后 便是巨大的痛苦 从全身传来 瞬间爬上七斤八脉 如刀一般刺穿他的肉身 那护体虚光都好像是一层保纸 直接就被刺穿了 李云消本就透支了神异力 此刻又经受了莫大的痛苦 脑海中一时瞬间失去 眼前一黑 彻底就昏色过去 梦里不知花落几何 竹林清幽 溪水潺潺 眨眼过后 却是天崩地裂 不见日月 大火从碧落呼啸着坠入黄泉 人也好似坠入了刀山剑海 全身被割裂得疼痛难当 许久之后 李云消才逐渐转醒 隐约间觉得浑身力气扶须 体内精气神 好像被掏空了一般 如同一个废人 他微微动了动身体 觉得脑中有些刺痛 忍不住痛呼一声 彻底从噩梦中清醒过来 飞扬 夫君 云消大哥 听到李云消的叫声 守在暖阁里的五名 红颜知己 都围了过来 屈红颜冲在前面 平日孤傲一世的 灵力气质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满脸关切 飞扬 你怎么样了 李云消冲他微微一笑 汗手示意 屈红颜双甲有些发红 意识到房间 还有人 便向后退了半步 给其余人留出空间 然视线 还是放在李云消身上 李云消目光 缓缓扫拾过其余四女 从风华绝代的水仙 到温雅医院的洛云长 再到一身轻易的叮铃 最后定在飞泥的交融上 这丫头美眸湿润 眼眶都红了 国色天香 红颜粉黛 无意不是面带喜色 神情关切 第2203章 水主沉浮 飞泥上前坐到床边 攥住她的手 软身问道 夫君 身体感觉怎么样了 李云消嗓音 有些阴雅 摇头微笑道 放心吧 没有大哀 哥哥 我就说云霄大哥没有事 水仙笑了起来 抢先开口道 云霄大哥你知不知道 你赢了 那妖女输了 当日李云霄 练成圣剑后 斩碎借力规则 使得天地颠倒 四季崩塌 可怜大黑妞 才现实没几天 就挂了 所幸的是 大家本来就离得远 再加上在场之人 皆非泛泛之辈 撤离动作迅速 还有林木迪等人相助 所以没有人员伤亡 之后就是对数决的结果 进行争论 其实也没什么好争论的 那宝剑 超脱一介之力 连借力规则都能斩碎 胜负已无悬念 还有些不服之声 也由爱献身出面 亲自承认自己输了 镇压下去 从此整个妖族 加入天舞盟 并且由莫丹任 新一代妖皇 只是从李氏当天至今 李云霄已经昏迷了 三个月了 什么 三个月了 李云霄大吃一惊 急忙从卧榻上爬起 身上的伤 早已好了 但精气神却没有恢复 以他肉身的强悍程度 应该是早就恢复了 看来那天的惊天炼制 是真的伤到了本源之力 这三个月来 可有什么大事发生 李云霄急忙问道 当下是多世之秋 摩羯再临 随时都可能有大事发生 丁莲笑道 除了那一战后 大批的人破产外 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李云霄这才放下心来 道 那便好 想起那一场惊世炼制 直到此刻心神 还有些恍惚 脑海中 回忆起之后的明细 不由心惊 那日的一切都超出控制 却也带来无数的奇迹 伺及此 李云霄闭目沉思 那些摩羯古字 此刻在脑海中呈现的 并非是四大神诀 而是一篇完整的陌生经文 正好三千字 他仔细观想过去 只觉得头脑一阵刺痛 似乎不能品毒 那些经文上 散发出来的强大力量 让他进而升位 难道这就是完整的 摩羯古神诀 李云霄心头狂跳起来 想到当初那圣剑上 便是凝聚了这片神诀 直接连法则之恋都斩断了 心跳突然治了一下 李云霄问道 当日那柄剑呢 舞女都是面面相去 屈红颜笑道 看来飞扬当日 的确是昏迷过去 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件现实之后 斩断了法则之恋 随后便化作一道白光 飞入了你体内 什么 我体内 李云霄吃了一惊 急忙盘腿坐下 进入观想 在丹田之上 果然隐约有一柄剑浮现 又非仔细找寻都很难发现 他神念在剑上一晃 竟被吸了进去 消失得无影无踪 无法探查 这 李云霄呆滞了一下 旋即陷入沉思 这剑乃是三剑合一 并且融入了超悬空间 后来还是魔合谷神诀 强行压制下来的 自己连脑海中的 魔合谷神诀都阅读不了 无法亏得此剑的 也是情理之中了 他一下站了起来 脸上露出坚毅之色 丁林儿问道 云霄大哥 怎么了 李云霄道 女都是一愣 片刻后 巨岩武城数百里外 一片荒地上空 水仙嘟荡道 即便那件威力无穷 也不用跑这么远吧 云霄大哥 太过小心了 菲尼西笑道 水仙妹妹 小心使得万年传 那件旧连法 则知恋都能斩断 若是一下 波及到岩武城 怕是我们锁不下的 所有防御 都得废掉了 李云霄静下心来 整个心神 都沉浸在内心的观想中 一面化作巨手 往丹田处的宝剑抓去 轰隆 巨大的阻力 从剑上散发出来 神念锁宁的手掌一掷 几乎要崩溃 李云霄控制着 那神念之手 双指一粘 掐出绝印 顿时金光大方 迎着那压力上前 啪 神念凝聚而成的手 终于靠近剑身 探手猛地一抓 李云霄 只觉得丹田处一阵剧痛 浑身都要裂开一般 依旧咬牙 控制着神念之手 将剑缓缓拔了出来 死 这过程宛若上行 李云霄身体剧烈颤抖起来 但那剑离体之时 绝强的剑翼 从他身上爆发开 化作到道刚风 往四面而去 轰隆 快走 危险 危急关头 李云霄立声大喝 那宝剑的虚光 在掌心浮现出来 却是无法凝出形态 即便如此 无比恐怖的剑气 还是在瞬间席卷天地 令得苍穹变色 李云霄的肉身虚光 在那剑芒下 显得微不足道 刹那间就被吞没了 整个天空上 只见剑光 完全不见人意 怎么回事 突然一道沉重的声音 响彻天际 在数万丈外 武女身侧的虚空 直接被撕裂开 林木迪 直接从阎武城 破空而来 林木迪惊异地望着前方 那异常恐怖的剑光 问道 李云霄醒了 丁灵急道 木迪大人 云霄大哥 不会有事吧 他刚醒不久 就说要来试剑 试剑 林木迪一惊 骇然是声道 耐柄斩断法则之恋的圣剑 这小子 还真是胡闹啊 又是一道身影 撕裂虚空而来 正是四王之一的李芒山 李芒山静静地望着前方 瞇了瞇眼 沉声道 并不是他炼制出来的 他就有能力掌控 但如今那剑 只是以虚光的形式浮现 应该问题不大吧 随着他的出现 四周空间都频繁地波动起来 大批强者都破空而来 毕竟此地距离岩武城并不远 那圣剑 如此恐怖的威能 让诸多强者 都敏锐地感应到了 这才是他的性格啊 喊息了一声 但面上却并没有责备的意思 反而满是欣赏 只是美眸中 闪烁着点点 关切和担忧 那剑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三月前 刚刚现世的时候 匆忙一瞥 也无法看清真容 真想拿在手中 仔细观摩一番呢 李芒山满是羡慕的神色 在一旁悠悠说道 波木微笑道 怕是极难了 以李云霄的实力 都无法让这剑举现出来 我们想要 一保眼福的愿望 怕是要落空了 那剑光上 不断有磨合骨纹 闪烁而出 在长空旋转 只是始终不能 凝聚出剑之真身 李云霄体内的神异力 在短短的刹那间 就被疯狂抽干 身躯颤抖起来 该死 怎么会有这么强 李云霄 脸色铁青 现在别说 将宝剑巨线而出 即便是这剑之虚影 都无法掌控住 啊 他大吼数声 身上的力量 爆发到极致 五指骤然抓下 将虚影抓在手中 无边剑光照耀下来 几乎穿透他身躯 隐约间 似乎看见了剑之真容 好一把霸道之剑 李云霄抽了口冷气 只觉得剑光灼灼 想起当日那剑威 不由的灵光一动 豪气甘云道 唯法则不容 就要将法则斩去 重建秩序 古语有云 问苍茫大帝 谁主臣服 我便以主人之名 赐你名为 谁主臣服 刚嘚瑟几秒 体内最后一丁点力量 就被抽干 再也控制不住 剑影顺势往前一展 轰隆 天地一下裂开 半壁世界 都陷入无尽黑暗 简直虚光一展 就化作银芒消散 李云霄的身影 也被黑暗吞噬了进去 云霄 云霄大哥 各种惊呼声响起 所有人都冲了上去 我没事 李云霄 从那黑暗中坠落下来 刚说完就喷出树口鲜血 整个人跌落在地上 几乎站立不稳 屈红颜等人 急忙上前搀扶住他 那剑简直太恐怖了 林木迪看着李云霄 一脸后怕的神色 只是虚光一展 就使得日月无光 若是整个现行出来 还要有多大的威能 李云霄也是虚弱至极 脸色发白的道 此件的构造 我尚且无法明白 有待参悟了 伯母点点头道 既然是 阴魔喝谷神诀之事 炼制出来的 那就应该 从参悟神诀着手了 李云霄苦笑道 实不相瞒 那神诀 在我脑中 似乎另成经文 可惜神念一读 就觉得万针插脑 疼痛非常 众人皆经 拨目道 那神诀 是否就是最初的魔喝 古经文上且不知 但你这样一说 此神诀威力 定然要在原本的 四大神诀之上了 李云霄点头道 我尽可能地努力吧 之前旋力倒的四王等人 虽然对李云霄不乏敬意 但更多的是因为 他天舞盟盟主 和戒神碑之主的身份 经此一议后 四王等人对其看法 完全改观起来 都是发自内心的 尊崇与敬重 在不远处 为首的正是莫和爱 莫已经在爱的帮助下 登顶妖皇之位 身后站着 几位妖族的神境强者 对其唯命适从 爱改之前的男子形态 恢复了女儿本身 惊艳不已 雪白的银丝 微微闪动着光泽 如曝雨般垂落腰间 一双美眸固盼生辉 树桶使他 隐隐流露出一种妖邪之美 然肤色 依旧呈现淡淡的蓝色 如温良宝玉一般 整个人散发出凌然 不可侵犯的美感 第2204章 利益之争 原本莫要求 爱重回圣女之位 但却被爱拒绝了 他本就是专心术道 不喜嘈杂之人 因此只以 数炼师的身份 待在妖族内 但两族数觉之后 爱在妖族心目中的地位 只高不低 甚至还在莫之上 至少在莫的心中 对爱敬若神明 不敢有半分余句 唉 先生 这三个字说出口 李云霄只觉得 有些不是和尴尬 爱轻轻一笑 脸颊微微有些发红 二人 如此相对的确是第一次 但很快就落落大方的汉首道 云绍数道无双 爱认输了 从此妖族 加入天舞盟 奉云绍为盟主 马首是瞻 李云霄也正色起来 素然道 那我以盟主的身份 欢迎爱先生和整个妖族的加入 希望大家在摩羯之下 携手共敬 不仅是摩羯之下 携手共敬 爱谋光如水 直视着李云霄 轻轻点头道 希望摩羯过后 两族还能长久平和地发展 李云霄心中微动 他明白爱的意思 是希望通过这次联手 一改妖族往日 被孤立的困境 能够分配部分 天舞大陆的资源 这毕竟是关系着 两族利益的大事 而且资源总量不会有变 妖族要占据部分的话 人族就必然要受损 虽然李云霄 很想帮他们一把 但这种大事 还是不敢擅自做主 因为他给自己的定位 是统一人族 抵抗摩羯的将领 而非坐拥天下的帝王 关系两族族利益的大事 还是得众人协商讨论 此事牵扯的利害关系 十分复杂 并非我一人可以做主 李云霄婉言拒绝 眼神中流露出深深的歉意 有什么复杂的 一道银铃般 清脆的声音响起 说出的话 却不怎么动听 现在天下 以你和玄梨岛岛主为首 而叶晴雨又 不管天下之事 基本上就是你一句话的事了 随即空间微微震荡 故轻轻凭空走了出来 极度不满地说道 当年妖族是被我镇压在武侠山下 逼入绝境的 对于此事 我深感愧疚 也是时候 还他们一个公道了 自从被挨救了后 顾清清对妖族的好感 一直爆表 即使要顶撞李云霄 也在所不惜地挺身而出 丁铃儿带眉一簇 冷声道 顾清清 你现在是我的丫鬟了 岂敢对云霄大哥无礼 还不退下 他毫不客气地呵斥道 若是你敢违抗命令 我现在就将你嫁给蓝眼主大人 顾清清脸色大变 只觉得眼前一阵眩晕 险些就要从天空上栽下去 数决一战 他不但输得倾家荡产 就连一辈子都赔了进去 原本想要一死了之的 好在这一年归属丁铃儿 而且在这三个月之内 丁铃儿并没有太过为难他 只是让他先当个随身丫鬟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待这一年后 就直接死得粉身碎骨 免得被蓝眼主糟蹋了 所以在他心中 这是他最后一年好活的生命 顾清清 被丁铃儿呵斥得脸色发白 站在天空上不断地颤抖 怒目而视 当下咬紧牙关 不再吭声 丫鬟 李云霄吃惊地看着丁铃儿 和顾清清 不明白两人之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刻整个天舞盟 除了李云霄外 谁都知道 西年的神骁公公主 将妖族镇压 在武侠山下的 传奇巅峰人物顾清清 成了丁铃儿的丫鬟 兼保镖 舞女看李云霄 那震惊的样子 皆是严嘴一笑 一时之间 众人如入仙池伏地 只觉得 那笑颜瑰丽硕目 恍若看见春风拂过百花 静态极言 丁铃儿 这才将赌约之事 详尽说出 李芒山哈哈大笑道 恭喜铃儿会长 多了一位虚极尽的保镖丫鬟 这份待遇 怕是只有当年的借王大人 才能想此殊荣呢 李云霄文言则 是脸色大变 则被道 真是胡闹 若是你输了 让我该如何自处 虽是苛责 但眼中却满是温柔和担忧 甚至还有一丝后怕 虽然他胜利已成事实 但一想到 若是当时自己输了的后果 就不由地打冷战 丁铃儿心中泛起甜蜜 连忙解释道 我见顾轻轻明目张胆地 开赌押亚云霄大哥输 所以心中气不过 而且 看他实力极强 若是能够收尾挤用的话 对云霄大哥的帮助 定然是极大的 更重要的是 丁铃儿微微红了剑 笃定地道 顿时明白了他的想法 抬手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发顶 柔声道 以后再不许这样了 即便一百个顾轻轻 也抵不了你在我心中的位置 若是你输了 成了他的丫鬟 让我将来该如何痛心 丁铃儿用力点了点头 眼眶一下子变得湿润起来 另外四女在一旁 静默地注视着 李云霄和丁铃儿互动 心里没有些微酸意是不可能的 但他们几个情同姐妹 丁铃儿处处为李云霄着想 更是看在眼中 李云霄此番温情 同样让四女心中 酿起暖意 咳 嗨嗨 李芒山咳嗽了几声 略微显得有些尴尬 道 恩爱秀完了吧 可有考虑过 我们这些单身狗的感受 蓝炎主也是点头道 给本王造成的暴击 可比上次红月城之战 还要来得大 闻众人打去 丁铃儿顿时羞红了脸 忙失去眼泪 窘迫地不敢抬头 其余四女皆是轻笑起来 菲尼站出来解围 笑道 好了 明知道我们家里脸皮薄 还讲这么酸溜溜的话 你们几个大老爷们 极度就直说吗 李云霄也颇为尴尬 收敛了一下 这才对顾清清冷声道 既然你现已是灵儿的丫鬟 光是这身份地位 就已经没有资格 在我面前说话 但我敬重你是前辈 更敬重神霄公公主的 荣耀尊严 所以还是要明确地告诉你 我虽是天舞盟盟主 却不是天下之主 本少的职责 只是担当魔战统帅 此外 李云霄顿了顿 继续道 虽然我也很想这么做 但我没有这个资格与权力 擅自给妖族出让资源 顾清清 先是被丁铃呵斥 现在又被李云霄数落 脸色难看至极 站在那里一言不吭 李云霄心中暗叹 这顾清清 只是胡闹和自私了一些 本性其实挺好的 现在让她为奴为婢 的确有些过分 很难堪 但这也是她自找的 有始才有终 自食恶果 算作是一种惩罚 若是能借此 收敛一下她的性子 对她而言 也未必是坏事 莫冷冷道 云霄 我虽然和你有约定 但此刻我身为妖皇 也必须为族人考虑 若是联手抗魔 战后 却没有半点好处 依然让我族 归缩在不毛之地 这多少有些说不过去吧 她无奈地摊开双手 目光却是冷力至极 彰显了她要为妖族 争取利益的决心 李云霄皱起眉来 沉声道 魔节乃是 关乎天下生灵的大事 天下生灵皆有责任 而你族七夕之地 乃是两族利益分割所致 我并没有这个权力更改 你们威胁我又有何用 林木迪附和道 云少说言没错 他只是言武城城主 被众人推选为 天武盟盟主 并非称霸天下的霸主 何来权力分割天下 那边白点唱完 李芒山芒站出来 打圆场道 只要妖族尽心尽力 摸结之后 我们必然会 尽量为你族争取利益的 哼 一句 尽量就想骗到我们 为天武界卖命吗 莫反唇相机 冷笑道 若是天武界 不能给我们足够的资源 这天武界我们 还保护来干嘛 那这是你们人族的天武界 并非天下的天武界 林木迪等几人 都是一愣 这话说的几乎难以反驳 李芸霄也颇为奇怪 莫并非是那种 伶牙利齿的人物 今日 却是针锋相对 逻辑清晰而犀利 他神识微微一晃 眼底掠过一丝金芒 顿时明白了过来 从始至终都是爱在暗中主导 多半是用了传音之术 毕竟爱是女子 气场上就要若许多 而且刚刚的数决中 又输给了李芸霄 说起话来 难免底气不足 莫则不然 虽然跟李芸霄有约定 但他是造化镜的强者 更是当今万妖之皇 有足够的实力和底气 跟人族谈判 李芸霄开口说道 莫和爱先生的意思我明白 问题的关键在于 我们并有没这个权利 而并非我们不愿 我认为当下的明智之举 应该是歌之争论 共同抗敌 他故意提及爱先生 也是隐晦的点出 我知道这都是你的意思 爱是聪明人 自然一听就明白 韩笑道 云绍和诸位大人的意思 我们也明白 既然如此 我们也不便强求 众人都是一愣 有些不相信耳朵 难道妖族就这么好说话 不争了 莫也是愣了下 身后几位强者 同样露出不解的神色 之前爱跟大家 分析过形势 虽然是赌输了 才加入天舞盟 但必须抓住这个契机 为妖族谋得一分万年之计 但想不到李云霄一说 他就放弃了 第2205章 战略转变 李云霄感动无比 抱拳道 爱先生当真是身名大义之人 此番胸襟 让在下很是佩服 李盲山盲道 对 就是这般大公无私 毫不利己专门立人的 雷锋武帝的精神 众人都愣了下 有些古怪地望着他 李云霄善善道 盲山大人也知道雷锋武帝 李盲山点头道 我还见过此人呢 怎么了 众人李云霄拍了下脑袋 摇头道 没什么 爱微微一笑 道 你们说的这种精神 我不是很明白 我只是不想为难诸位大人罢了 毕竟相知相识一场 皆是缘分 而且我坚信 若是诸位大人 有那权利的话 肯定不会不帮的 对对对 那是那是 众人都是附和道 满口称赞爱善解人意 爱言底闪过笑意 眸光一转 盈盈笑道 有诸位大人 金口欲言在前 那爱就厚着脸皮直说了 妖族窝居 在冬域的夹缝中久矣 无利于族人发展 我恳请 云绍能帮我一件 权利之内的事 李云霄心中暗呼不好 虽然他心中 隐隐有被坑的感觉 但爱隐藏得太深 好一手欲扬仙意 接触到爱运寒深意的目光 令他有些不安 下意识问道 什么事 爱微微掀起唇角 那张娇言 更显得温和无害 笑道 云绍 既然是阎武城城主 那么自然有权利 掌管阎武城之事 希望摩羯之后 能够让整个妖族 融入到阎武城中来 待以后 找到更加合适的地方 便会立即离去 绝不会过多打搅的 啊 李云霄心中一阵 彻底愣住了 其余之人 也是张口乐言 实话在哪 莫和几位大妖 瞬间明白过来 不由得露出会心的笑意 莫一改先前的严厉之色 纯良笑道 爱先生所言即是 我们深知 城主大人的难处 一知大人仁义 太大的条件不敢再提 便提一个 城主大人能够做到的 权力范围之内的变好 嘿嘿 身后的几位大妖 也都跟着笑起来 个个看上去笑逐言开 这个条件 可比人族出让 部分利益还要来得好 毕竟天舞界虽大 但如今的天下 哪里有资源 能够胜得过阎武城的 你李云霄不是没权力 支配天下的是吗 但你这个阎武城城主 总能支配阎武城的是吧 爱浅笑道 而且这些十日以来 妖族都盘踞在阎武城内 当做自己的家里一般 大家都很喜欢 云少的阎武城呢 这个 李云霄只觉得 脑门上冒着冷汗 善善道 这个阎武城太小 不小了 爱盲道 阎武城 恢弘壮阔 就算是几个妖族 都能容下 而且现在 不是还在扩建吗 据说还要在 现在的基础上 加大十倍呢 李云霄抹了下 额头上的冷汗 尴尬笑道 那只是据说而已 不一定呢 爱眯着眼睛笑道 没关系的 就算阎武城住不下 阎武城周围 也都是云霄城主大人的领地 我们就住城外也行 妖族之人 风餐露宿惯了 即便露宿荒郊 也不会觉得辛苦 整个阎武城 方圆万里 都是全天下最好的 修炼之地 莫道 这个能力之内 只要一句话 就能帮到的忙 城主大人 不会拒绝吧 爱马上驳斥道 怎么可能 刚才云霄城主 还和诸位大人信誓旦旦呢 他们无意不是人族中 顶尖的强者 叱咤风云的存在 不能刚说过的话就成了屁吧 屁字从他这样一位 气度淡雅的女子口中说出 显得极为突兀 就连他自己也忍不住 双颊微微一红 李云霄 只觉得头大了 答应不是 不答应也不是 丁灵儿急忙解围道 爱先生所言不虚 言武城的确还要扩建 我们万分欢迎 妖族入住 但来者是客 我们不能委屈了诸位 就待扩建之后 请妖族住进来吧 真的 太谢谢灵儿了 爱明显 松了一口气 欣然致谢 似乎解了一桩 压在心头的心事 但他还是不放心地 望着李云霄 毕竟李云霄 才是言武城城主 李云霄心中微动 他已经听出了 丁灵儿话中的意思 待扩建之后 再请让妖族住进来 意思是 如果不扩建的话 就可以堂而皇之地 不让妖族进来了 毕竟是酒精商场的棋女子 咬文嚼字和心思计算 飞驱红颜等人可比 如今也只能一般 迂回周旋 将来能走一步看一步 也许自己在摩羯中 爱激动地牵起嘴角 背齿微露 连一向严肃的莫言难得斩言 露出笑意 罕见地道 多谢 李云霄郁闷不已 暗想若是将来 言武城不扩建了 妖族的人 会不会找自己拼命 爱兴喜道 根据当初的赌约 我所炼制之物 也奉献给天舞盟 他说完 便取出一团金光来 托于掌心上 不舍得身指轻浮 道 原以为这已经是 世间炼制的极限 必能胜过云首 却不想 你失落的表情 让在场的雄性生物 都眼见有怜 就连屈红颜等人 也心生不忍 李云霄盲道 爱先生不必妄自菲薄 毋庸置疑 你是这片天空下 最伟大的数炼师 我之所以侥幸能胜 皆是有 磨合古神觉的缘由 若非有此机缘 输的人必然是我 爱定了定神 微笑道 机缘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输了便是输了 虽然有些难受 但未曾不是一件喜事 这样便能让我明白 自己还远未触及 输到的极限 前方的路还很长 比试当日 爱甚至选择了舍生取义 却没想到 他如此轻松 便能放下成败 这种看透胜负 对输到孜孜不倦 追求的精神 令得所有人都肃然起敬 爱继续说道 原本以为这万物规则 对云少必能有极大帮助 但现在看来 还是远不如 磨合古神觉的 我也没有什么 更好的礼物 送给云少了 李云霄盲道 爱先生太客气了 这份礼物 异常珍贵 那团精芒内的 文字闪动不已 虽不如磨合古字那样 恢弘霸道 却也是一种 全新的规则之字 并且参悟的难度 相对较小 以此作为台阶的话 更容易 触及到磨合古字的高度 他小心翼翼地 将那万物规则 拖在掌中 慎重地收了起来 林木迪笑道 恭喜云少 连得两件至宝 都是了不得的东西 我现在 对应付此次摩结 信心大增 李云山道 特别是那水主沉浮 若是能将其完全掌控的话 威力怕是不在那天 盛起之下 拨目点头道 完全有可能 戒神碑乃是 这一介之力的投影 水主沉浮 刚现实之时 便直接斩碎了 法则之链 其全部威能 可能还在戒力之上 至少是 超越了我们理解的存在 李亡山道 这样一来 我们之前协商的事情 把握就更大了 李云霄问道 协商之事 林木迪道 之前云少还在昏迷中 针对此次摩结 我们天舞盟 与玄理岛有过数次深度的交流 达成了一些共识 当下众人便回到了阎武城 同时召集了一些首脑过来 在城主府内聚首 按照兵主的顺序就做 李云霄和林木迪 两人端坐上手 其次便是玄理岛和妖族之人 再然后便是天舞盟的诸位统领 这是数决之后 三月多时间来李云霄首次露面 众人见他无恙 皆是上前恭喜 流露出欢喜和振奋的神色 一场数决 让李云霄和爱两人 在天下人心目中的地位 推崇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 李云霄也向诸位逐一道谢 在短暂的寒暄后 场面便安静了下来 林木迪这才开始说道 云少 在你休养期间 我与玄理岛的诸位大人数次 交谈过关于魔戒的看法 魔族自上次红月城一战以后 直至今日都没有什么动作 想来那魔族也损伤惨重 如此看来 魔戒的力量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恐怖 李云霄胡一道 大人的意思是说 最惨烈的魔战已经过去了 现在进入了尾声 当然不是 林木迪断然否定 道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也许可以改变一下 目前的战略 他与玄理岛三王 交换了一下眼神 三王皆是微微点头 李云霄眉头微醋 耐心地听着 林木迪继续说道 一直以来都是魔族侵犯我们 我们处在被动防御的状态 弱小就只能挨打 这道也很正常 但自从上次红月城一战后 大浪逃杀 天舞界虽然损失惨重 但也有诸位强者 直接突破禁锢 冲入造化境 如今 早已是今非昔比 造化境强者的数量 已经不在魔族之下了 李云霄微微点头 道 当初俘获了一名魔军 据他所言 魔戒乃是 由八名魔尊统御 红月城一战中 陨落了一位 若其所言属时 魔戒应该还有七位魔尊强者 不错 但也只是七位而已 林木迪故意将而以二字 咬得极重 神色坚定地道 如今天五戒内 叶琴宇和三王皆是造化境 菲尼和莫先生也是造化境 本作虽然还未达到造化境的程度 但也相距不远了 李云霄闻言 顿时心中大喜 知道林木迪最近 必然有了不小的进步 连忙抱拳道 恭喜木迪大人 他的喜悦和道合都是 发自内心的真诚 在身边的诸多强者中 一路陪伴走来 对其帮助最大 也对天舞界贡献最大的 非林木迪莫属 林木迪微笑道 应该是我谢谢 云绍才对 他指的便是李云霄提供了风 要离的祸斗真身 两人相识一笑 亦是亦有的情谊 静在不言之中 林木迪继续说道 所以我和旋里岛的几位大人 推算了一下 天舞界此刻的力量 即便不如魔界 但也相差 不会太大 不过 这个结论的前提 是魔界不存在 圣魔级别的强者 李云霄沉思了一阵 摇头道 我并不认同 首先 魔界是否有圣魔 还是个未知数 其次那八大魔尊 只是表面上的力量罢了 别忘了 上次天荡山脉内 抢夺圣魔殿的那几人 自称来自兵域的圣魔世家 也有魔尊级别的力量 林木迪道 不错 魔界肯定也有隐藏的实力 不可能只有八大魔尊这么简单 但别忘了 天舞界同样还有厉害的存在 比如海之深渊的主人 再比如 还未开启的地界 原本还应该有 真龙应语等人 说起来 归需也算是天舞界的强者了 只是这些力量 很难为我们所用 同样的道理 魔界即便还有其他力量 怕也无法做到 齐心协力 李云霄沉印道 即便如大人所言 不知这意味着什么 或者说 几位大人 有何看法和良策 李芒山笑道 木迪大人 和我们商议了一下 想出了一个 比较大胆的想法 那便是主动进入魔界 什么 主动进入魔界 此言一出 除了事先知道的几人外 满场皆是哗然一片 各种不解和震惊 还有沉思 甚至是驳斥等情绪 在殿内散开 大家都无所顾虑地放声讨论 各输几件 莫辰声道 此举会不会太过冒险了 毕竟无数年来 都只有魔界入侵我们 并未听说过 有谁进入到魔界的 我们对魔界的了解 几乎为零 不错 妖皇大人所言极是 下面附和之声 连成一片 都是极为赞同 北镇南出列 保全道 以属下之剑 进入魔界 实在是太过冒险了 正如诸位大人所言 现在天舞界的实力 已经不弱了 若是专于防守的话 要扛过这次魔界的把握 还是极大的 但如果贪攻冒进 放弃戒力压制 这一巨大优势的话 实在不至 莫点头道 不错 而且此消彼长 我们进入魔界的话 同样会被魔界的戒力压制住 再加上魔界的等级本身 要强于天舞界 即便造化劲进去 怕是连他们的二级魔军 都战胜不了 波木咒没道 我也更赞成继续防御 切不可贪攻冒进 任何一位造化劲强者的损失 都是难以承受之重 殿内的声音几乎成了一边倒 都是反对进入魔界的 林木敌等人互望了一眼 都是微微一笑 似乎预料到了这个局面 李云霄沉印道 木敌大人和三王认同 进入魔界 莫非是当初 鲁聪子留下的进入之法 研究出来了 不错 云少果然聪慧 对李云霄敏锐的洞察力 林木敌满是赞赏 顿了顿 又不无感慨地叹道 可惜这鲁聪子 同样聪慧非常 乃是了不起的 不是英才 这样一位人中龙凤的人物 居然堕落成魔 实在是极大损失 对于林木敌几次提起鲁聪子 李云霄的脸色有些难看起来 他对鲁聪子入魔一世 心疼之深远胜在座的其他人 林木敌道 根据云少提供给我的秘书 我找了一些数炼师和强者过来研究 终于是完全参悟透了 这种秘书不仅可以穿入魔界 还能极大程度地减少魔界界力 对我们的压制 李芒山补充道 已经派了几位强者 在红月城的裂缝之上 进行过试验 只是为了安全考虑 并没有太过深入进去 李云霄下意识地摸摸下巴 问道 借力压力能减轻多少 林木敌道 这个值我们也估算过 约某三分之一吧 才三分之一 李云霄眉头促起 摇头道远远不够 林木敌道 的确是有些少 但这已经是了不起的秘书了 鲁聪子自身入魔 加上这般秘书 怕是已经能够完全适应 魔界界里了 唉 若是此人没有叛变 那该多好啊 李云霄道 已经发生的事 无法改变 而且天舞界人才积极 自古以来就不缺天才 并非少了 他就无法运转 他对鲁聪子的怨念极深 林木敌多次提及之下 让他倍感不适 林木敌注意到 李云霄的脸色不悦 心下暗叹 点头道 此言极是 但仅仅是这秘书的参透 还不足以让我们认可 进入魔界 第二件支撑 我们想法的缘由 已经将魔眼锁完整地复制出来了 当真 李云霄猛地站了起来 双目中暴射出金芒 那魔眼锁的威力 他是亲自尝试过的 完全能够锁住魔力运转 对魔族之人是致命的克星 那可是鲁聪子失诚一脉 历经无数代才研制出来的戾气 天罩子也在殿内 捋着白须 汉手笑道 多亏了爱大人相助 否则以老朽之愚钝 怕是十年百年 也未必能复制出来 爱既然能够参悟 和炼化万物规则 能够参透和复制魔眼锁也是 理所当然了 李云霄望着爱 深深地作一道 爱先生此举 对天舞界功劳之大 难以估量 爱急忙起身回礼 道 云绍谬赞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虽然魔眼锁参透了 但是其材料极为珍贵 怕是整个天舞界 也炼制不出太多 话虽如此 但李云霄还是异常高兴 道 那是自然 如果能够轻易炼制 鲁聪子失诚一脉 也不会只有这么一件 不过其圣风当年 已找出魔眼锁的反制之法 但魔界之人 却并不知晓 此物太珍贵了 足以出其至圣 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灵目的目光含笑 望着李云霄 道 云霄现在 可否赞同我们进入魔界 李云霄愣了下 兴奋之情 立即减少许多 摇头道 不 魔眼锁虽然强大 但并不足以应对魔界危险 贸然进入 风险还是太大了 云霄果然是小心谨慎之人 堪当大事 天照子笑道 仿造出魔眼锁后 我们已经让灵儿姑娘 去全天下的搜集原料 这些天来 又和爱大人讨论 对魔器的攻击和防御之事 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他拍了下手 立即有一名数炼师 满脸的傲色地走上前来 那数炼师环视了一下四周 便仰起嘴角 屈指一弹 两道光芒积事出 在大殿之上 幻化出两件宝物 一件是赤红的刀刃 刀锋薄利 带着血铁之色 刀身上并排刻着九道阵法 散发出灰蒙蒙的光泽 流光一转 另外一件则是战铠 黑色的甲咒 古朴大方 除了胸甲楚客有线条 印着一头青红色的凶兽之外 没有太多的修饰 散发出沉重肃杀的气势 这事 李云霄稍微感知了下 这两件玄器 虽然都是九阶玄器 但品质非常一般 不过 天照子所言魔攻魔防 那重点应该 就在这阵法上面了 天照子道 云绍也是魔修武者 道 不知要如何感受呢 那名书炼师 虽然满脸高 但望着李云霄的时候 却是毕恭毕敬 不敢有半分失礼之举 盲抱拳道 云盟主得罪了 李云霄招手示意 大方笑道 来吧 那名书炼师单手掐绝 打在那刀刃上 顿时发出刀的 嗡嗡颤声 在空中略一旋转 便往李云霄急斩而去 李云霄一挥手 一团魔光闪动 在前方画出一道黑色的屏障 吃 那刀光一闪 在空间划过一抹赤色 就直接插入屏障内 透出寸许韧肩 李云霄双眼中露出异彩 赞道 好一柄神兵利器 爱轻轻点头 笑道 此种兵器 也是参考了魔源锁的原理 对魔族的伤害最大 可以增加三倍 三倍 子 我没听错吧 满座街巾 所有人脸上 都是亥然之色 店内在座 无疑不是当时高手 自然明白 伤害增加三倍 是一种何等恐怖的事情 但这也只对虚极境之下的武者 有极大作用 长天晋的强者 还能勉强一用 再往上就不行了 破魔刃 根本承受不住 虚极境强者的力量 怕是还未伤敌 就要自行毁灭 虽然如此 但也是极为恐怖的数链产物 一旦量产开来 天舞界对魔界的整体战斗力 就要瞬间飙升 第2207章 玉魔铠此刀可否量产 李云霄问道 增加多少伤害 都已经不是重点 关键在于 是否能够量产 若是跟魔源锁一样 只能打造出数条来 那意义也就有限了 艾薇薇摇头道 虽然制造的成本比魔源锁要低 但量产也谈不上 以目前天舞盟的树道力量 以及物资资源 每年打造出三四十饼 还是可以的 三四十饼 怕是有点少 李云霄直视着爱的双眼 郑中问道 最大程度能打造多少 艾叹了口气 想了下便道 以我的估算 若是有所数 链尸全力投入 这种刀刃的链纸 一年或许能够打造上百剑吧 但一百剑真的是极限值了 很难再高 再高的话 就会损伤质量了 哈哈 一百剑 很好 李云霄朗笑几声 将目光望向天赵子 道 天赵子大人 可否调集所有力量 打造此任 云霄太理想化了 艾大人说的一百剑 是将打造成防的穆家 和腾光大人领先的阵法师 也估算了进来 天赵子苦笑着摇头 否定道 数炼部的任务 本就十分繁重 除非所有人都放弃手头的事 才有可能实现 再者 这种破魔人的材料 虽不及魔人所珍贵 但也是极为罕见之物 灵儿姑娘那一年 未必能拿得出 一百剑的原料来 我说剧云少不爱听的话 别说一百剑 就是艾先生说的三四十剑 我都觉得不可能完成 一年能够打造出三十剑 就算是极限了 这话无疑给李云霄 还有大殿内所有的人 都浇了上一盆冷水 但李云霄细思之下 知道天赵子所言 的确是实情 不由得常常叹了口气 有些颓然起来 因为数次魔战都极为悲壮 特别是上一场的 红月城之战 多少战友惨死 若是当时 每人都能配备 一剑破魔刃的话 伤亡至少能够减少一半 念及此事 他才会显得有些急促 沐星站出来 作一道 大网升级乐阵的布置 已经被藤光大人 完全接手了 沐家现在的任务 就是十二惊人 与浮空城的炼制 若是云少需要人手的话 我们随时可以停下来 加入到破魔刃的打造 李云霄无奈地摆手道 承方的任务也十分重要 切不可停下 他又想起了鲁聪子 心中更是冒起怒火和恨意 若是化神海的诸多数炼师 还在的话 天武蒙的数炼力量 至少可以提升一倍 天赵子沉吟道 事实上 我预估破魔刃的炼制数量 还会更少 李云霄皱起眉来 不悦道 又怎么了 天赵子指着那件战铠 道 因为这御魔铠的炼制比破魔刃 还要耗时耗利耗原料 御魔铠 李云霄目光望向那铠甲 不带天罩子发话 直接一道魔光击射了过去 碰 魔光正在那铠身上 发出清脆的争鸣 并荡漾出一圈光波 战铠在冲击力下 晃动不停 但那魔光击中之处 只是凹下了 拇指大小的一块 并未能够穿透 李云霄再次震惊起来 目光盯着那铠甲不断打量 他的神识扫入进去 开始分析其构造 大殿上安静了下来 几乎所有人都在屏息一带 因为之前的数决一战 李云霄炼制圣剑 斩碎法则之炼 谁都认可李云霄 是当代最强术炼师的身份 只有少数人 在针对各种问题 进行细声讨论 但都无伤大雅 片刻后 李云霄收回了神识 叹道 艾先生和天罩子大人 今日给我的惊喜 实在是太多了 不妨直说吧 真御魔铠全力以赴的话 一年能够产多少剑 此话一出 就证明他已经认可 御魔铠的防御力了 天罩子道 真御魔铠对 魔器攻击的防御能力 也是对普通攻击的 防御能力的数倍之强 若是一位龟真 神经的强者 配上破魔刃和御魔铠的话 对战魔族 就等于攻防 直接提升三倍以上 因为之前 有了破魔刃的数据 众人这次的喧哗 和惊叹声有所收敛 但还是引起了 不小的骚动 李云霄揉了揉太阳穴 只觉得十分头疼 如此好的东西 摆在眼前 却无法大批次地量产 让整个天舞盟 实力暴增 反倒令他心急如焚 天罩子道 以我手中掌控的力量 全力量产域魔铠的话 一年最多 十五剑出来 比破魔刃 还要少一半 但因为这一年 肯定不会有理想状态 平时还有各种任务 所以我保守点估计 十剑吧 十剑 李云霄苦笑道 这也太少了吧 别说推广出去 就算是在场之人 一人一剑也不够 天罩子道 不错 的确不够 但这御魔铠的作用 比破魔刃还大 因为御魔铠 没有等级限制 即便是造化镜的 几位大人也能穿 虽然那点防御 几位大人或许看不上 李云霄郁闷不已 道 如果破魔刃 和御魔铠同时炼制 一年也产不出几剑了 天罩子点了点头 看着众人 一个个失望的神色 叹息道 有总比没有的好 李云霄道 说的也是 每一剑玄器的炼制 都可以减少 一位战友的伤亡 这次有劳天 罩子大人 费力了 天罩子行李道 尽心尽力 不敢怠慢 李云霄望着林木敌道 木敌大人 让你们决定冒险 进入魔界的第三个缘由 便是这破魔刃 和御魔铠吗 林木敌点头道 正是 有了这两件东西 遇上普通魔族的话 我们也可以轻松一些 多保留些真缘 破魔刃虽然威力有限 但用来对付普通魔族 还是非常有效 如果遇见二级魔军的话 就尽可能地避免战斗 遇到魔尊 更是就直接逃了 整个魔界 如此浩大 表面上 也就只剩下七名魔尊 没有理由会遇上的 李云山道 我们进入魔界的目的 并不是要反手为攻 只是初步地打探情报 一直以来 都是魔界入侵我们 并且对天舞界的信息 掌握得非常充分 而我们对魔界内的情况 则几乎为零 信息上的不对称 也造成了战争的被动 所以我们的想法是 开始初步建立魔界的信息档案 即便这次用不上 也可以为后人 留下珍贵的材料 李云霄文言也颇为心动 道 是我短视了 几位大人的建议 非常有道理 如果只是进去打探一些消息 收集各类情报的 可行性的确非常高 并且对我们帮助也极大 就不知几位大人 可有具体安排 林木迪道 人贵金不贵多 所以我打算 就我和盲山大人两人 先入魔界查探一番 李云霄惊道 你们两位 是否有些考虑不周 若是两位陷入危险的话 整个天舞盟和玄理岛 都显得被动了 林木迪笑道 多谢云少关心 如果只是打探情况的话 我们陷入危险的可能性并不大 他说的还是比较实在 若是不考虑戒力影响的话 就算是魔尊 也未必留得下他们 李云霄沉思道 我记得魔谱曾经说过 因为我身怀他的魔源之力 所以即便进入魔界 也不会受到戒力压制 如果一定要去的话 我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不客 林木迪当即反对道 你现在是天舞盟盟主 一举一动都关系着天下安危 若是真出了状况的话 那后果是难以预想的 李云霄笑道 大人不是说出事的可能性并不大吗 林木迪道 是不大 可那万分之一的后果 我们也承受不了 李云霄满脸自信 道 如果有魔源所在 加上我自身神通 这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也没 除非在魔界遇上圣魔 否则即便是魔尊 想留住 我也不容易 屈红颜不放心地开口道 飞扬还是听木迪大人的吧 况且你现在还有伤在身 精气神也未能完全恢复 李云霄道 进入魔界并不着急 等我恢复下便好了 见众人还要阻拦 李云霄不耐地白白手道 不用说了 此事必然少不了我 木迪大人 你做个详尽的计划 待我完全恢复后 便前往魔界一行 他沉吟了下 又道 但言五成 也不能没有人镇守 就让我和李芒山大人前往吧 林木迪满是郁闷的神情 自知拗不过李云霄 计划我这几天就和诸位大人商讨一下 李芒山黑笑道 哈哈 这下本王的安全更有保障了 云盟主有那水煮沉浮在手 怕是圣魔也能一剑斩成两半了 嘖嘖 李云霄苦笑道 我还指望着大人多多照应我呢 李芒山笑着点点头道 互相照应 互相照应 争取都活着回来 事情商定之后 便再无疑问 众人也陆续离场 天照子道 这段时间 我们亲力打造出两套魔源锁 玉魔铠和破魔刃来 用最顶级的原料 以供二位大人在魔界之用 虽然这些对二位也许助力不大 但能够多一丁点胜算也是好的 第2208章 圣魔威胁 李云霄盲道 不 大人多费心了 大敌当前 这三件玄器 必能发挥极大作用 如此便好 要是再深 天照子等人也不敢耽搁 招呼一声后 便全部退下 三王也相继告辞 继续闭关去了 很快 大殿内就空荡起来 只剩下的天武盟的几位核心人物 李云霄这才道 在去魔界之前 还有一件事要处理下 便是北海之上 那求之法身 林木迪点头道 嗯 我也正想和你说 即此事 若是让恶灵父在法身上 天武盟无异于 又多了一位造花镜的强者 这可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啊 李云霄道 我之前让恶鱼看守着那法身 以免发生意外 但毕竟距离相隔太远 与恶鱼之前的联系也断了 先去北海之上吧 也许能感应到恶鱼的所在 林木迪阻拦道 此事不用 云绍亲自出马 你就待在阎武城内 休养好了 我与那端木兄妹 再加上几名高手 一同前往便可 毕竟你现在的状态 还十分虚弱 李云霄想了下 啊 还是我去一趟吧 毕竟你们无法感应恶鱼的存在 端木兄妹的推算虽然神妙 但越是精准 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 尽可能地让他们少推演吧 至于木迪大人 还是坐镇阎武城的好 毕竟你我二人 至少要有一人留在城内 林木迪只好妥协 道 那好 我去准备一艘战舰 这样云少在战舰上 还能休养 虽然时间可能会拉长 但现在并不急 李云霄汉手笑道 如此甚好 商定之后 天武盟的诸多骨干 也都相继离开 李云霄让北镇南去通知恶灵 做好出发的准备 自己则是继续闭关去了 从未有过一次 像炼制水煮臣服这样 精气神消耗的难以恢复 仿佛一辈子的力量 天赋 财情都在这一意中耗尽 之前每次损耗 只要数日功夫 就能满血满魔 原地复活 但这一次 却是罕见的缓慢 而且他心中隐约 生出一种担忧来 似乎自己永远无法恢复了 李云霄进了下心 开始修炼大眼神诀 滋补自己损耗的精气神 一圈圈金光 在他只坚决硬上散开 与脑海中的频率步调一致 数个时辰后 李云霄缓缓睁开眼来 满是忧虑的神色 修炼过程并没有什么不对 与从前一样 若是换在以前的话 早就恢复大半了 但现在体内的精气神 却增加得极少 几乎微不可查 难道真的永不恢复了 李云霄心头一惊 指尖冰凉 所谓的精 气 神 在很大程度上 便是取决于一个人的灵魂之力 也就是 数炼师的根本 如果精气神 再也不能恢复 这辈子 都无法再炼制的话 李云霄突然产生了后怕之感 那种后果无法想象 更是让他无法接受 毕生的气韵和天赋 堵在这一圣剑上 到底是值还是不值 李云霄双目中流露出迷茫的神色 心底划过一抹忧郁 大脑有些呆滞了 突然间 他心中一道波澜荡漾开 似乎有所感应 他怎么来了 李云霄皱起眉来 沉吟了一下 便化作雷光一闪 消失在密室内 延武城外 数千丈的高空中 小红和景七分立前后 十丈开外 一朵巨大的星雁盛开 通透无尘 如他的主人一般 美艳不可方物 突然一抹青光掠过 李云霄现身而出 目光一扫两人 便落在小红身上 道 你怎么来了 小红脸色微变 下了巨大的决心过来 满怀期待和憧憬 却不想千里迢迢守望之人 一见面便甩来一句 便是语气冰冷的责备 他满腔期许 顿时落空 十丈开外的冰雁 猛然上窜 一如他此刻的心境 从轻盈剔透化作浑浊赤裂 于是咬牙恨道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 李云霄愣了一下 小红的反应之大 让他觉得有些诧异 暗想自己 是不是说错话了 唐突到了对方了 小红见他那 附呆愣愣的样子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眼眶里酸色的厉害 但依然瞪大眼睛 冷笑道 说的也是 这演武城是你的地盘 甚至整个南狱 都是你的地盘 你不想我来 我就没有资格来 李云霄见他 越说越激动了 盲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看你突然来了 觉得好奇就问了下 就问了下 有你这么问的吗 小红越说越激动 情绪波动得厉害 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两行青泪 顺着面颊滑落 你 这 那我该怎么问 李云霄平素 最看不得女人哭 一下就觉得头大了 手无足挫起来 站在小红身后的景气 脸色愈发难看 却依旧铁青着脸 一言不发 他十分清楚 小红对李云霄的情感 也十分明白自己 对小红的心思 更加知道 李云霄对小红的态度 同时也知道 小红对自己的态度 皆是落花有意 随流水 流水无心眷落花 心悦君 悉君不知 内心憧憬之人 恨不得捧到手里 千喝万户之人 被旁的男人惹哭 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 他知道自己和李云霄之间的差距 已经达到了这辈子 都无法逾越的程度 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更让他心生肚恨 杀人的心都有了 景气啊 你真是个废物 景气内心长叹一声 铁青的脸庞下 双目微红 双手握得咔咔直响 李云霄自然也察觉到了景气的反应 但并未放在心上 数年前景气或许还能入他法眼 但现在的话 不过是个路人假罢了 没有必要耗费心神去在意 小红沉默不语 抿着嘴 瞪着大眼睛 望着李云霄 任由眼泪速速而落 还好只有片刻 也许是情绪一下释放出来了 心情好过了许多 眼泪也很快就止住了 他轻轻擦了下面颊 那朵冰煞星宴 逐渐变小 直至消失不见 你不是回北海了吗 李云霄不知道如何开口 生怕他一下又哭起来 所以思量在三后 才小心地问道 小红怨气 似乎还未消 狠狠瞪了他一眼 道 回北海了 就不能再来了吗 李云霄心中一阵郁闷 发现自己 不管怎么问都不讨好 不过对方的情绪 也比先前要稳定得多了 立即道 当然可以回来 随时欢迎 小红嗡了一声 这才觉得心里舒坦多了 我这次回来 是因为六道魔兵的事 你也应该感应到了吧 李云霄心中暗道果然 点了点头 的 应该是帝家陨落了 当下他将魔主谱出世 回去魔界的事 详细讲了一遍 小红听得震惊不已 愣了半天 才正正道 有谱回去 魔界追杀那人 我就放心多了 否则的话当真 是要寝食难安 李云霄面色凝重道 能够击杀帝家 并且夺取阿含斩骨刀 我最担心的 便是此人的身份和修为 若此人是圣魔的话 我就怕会有 新一代的魔主诞生 圣魔 魔主 小红和景七都 是被李云霄 这个推想吓了一跳 但细思之下 并非没有道理 能够击杀帝家 并且夺取阿含斩骨刀的存在 至少也是魔尊级别 哪怕是圣魔 也并非没有可能 小红听道 那该怎么办 李云霄道 此事 我们暂且不用管 已经有魔谱去操心了 除非对方 真的是圣魔存在 否则以魔谱的力量 应该足够应付了 但如果真是圣魔的话 魔谱也就危险了 小红沉吟了一阵 道 那我们要不要 进入魔界一趟 助魔谱一臂之力 李云霄看了他一眼 知道这女人做事 从不瞻前顾后 想起一出是一出 便摇头道 你觉得 去帮魔谱合适吗 一旦进入魔界 就身不由己 万一被魔谱 或者另外 那不知名的强者 镇压了 直接抽取 你我体内 魔主地之魔源 那就真的是千里送温暖 圣魔了 小红皱眉思索到 但在我得到的魔源中 隐约有所记忆 只要身怀霓虹时 便能不惧戒李威亚 所以 不论是你还是我 都可以在魔界 随意自如 哦 有这等事 李云霄心中一动 暗想若是人人 配个霓虹石的话 但瞬间 就把这个念头打消了 别说不可能 有这么多霓虹石 就算真的有 普通舞者 也扛不住霓虹石上的 诡异之力 怕是直接入邪入魔了 小红点了点头 面色沉重地道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魔谱真的挂了 诞生出新的魔主 天舞界可有匹敌之力 李云霄的脸色 也变得凝重起来 只是普通圣魔的话 或许还能倾力一战 但掌控了六道魔兵的魔主 却是异常恐怖 他道 事情 还未发展到这一步 你我也不要忘做揣测 但也不能不防 我正好有打算 进入魔界一趟的计划 到时候 可以顺带打听一下此事 什么 你要进入魔界 小红吃了一惊 急忙到 带上我 第2209章 寻找求生 景气吓了一跳 想要上前阻拦 但一想到自己的身份 以及小红对自己的态度 知道阻拦也没用 焦急之下没了办法 只能看着李云霄 希望他能制止下来 为什么 李云霄完全没有收到 景气的目光 不解问道 你要去魔界做什么 小红道 虽然你我都得到了 魔主地的魔源 但我和你不一样 魔只是你的功法之一 而我本身就是 红石诞生的灵 所以对我而言 最好的地方还是魔界 他突然抬起头来 悠悠说道 认真说起来 我应当属于魔族呢 云霄哥哥 是天舞盟盟主 将来或许会杀了 我也说不定 李云霄笑道 你想多了 无论是哪个种族 我本身并没有敌意 我要杀的是 入侵天舞界的魔族 我相信 绝大多数魔族之人 并没有想要入侵天舞界的 当真 小红心情一下好了起来 笑道 我虽为魔族 但天舞界 才是我的故乡 两界之战 我还是站在天舞界这边的 李云霄点了点头 道 但愿你能永远记得 今日说的话 魔界之内 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也不甚清楚 但想来十分恶劣 如果你真要去的话 也未尝不可 只是要做好心理准备 并且一旦有危险 就随时想办法逃回来 嗯 如果有危险 我就逃回来 找云霄哥哥 小红重重地点了点头 盯住李云霄 眸光闪动 李云霄音声允诺 然心头却是苦笑一声 小红对他的感情 他何尝不知 只是自己情债太多 已经不想再伤害任何人了 也就只能装傻充棱 视而不见了 天尊者大人 你真要进入魔界 沉默多时的景气 终于忍不住了 开口问道 小红眉头一簇 不约道 怎么 乖你何事 景气心中发苦 但小红这样 对他说话 也早已习惯了 便上前请命道 若天尊者大人 一定要去的话 我愿意陪大人一起 小红冷冷勾起唇角 痴声道 就你那点微薄的力量 静魔界也只是 给我拖后腿罢了 景气的脸色 极为难看起来 心中仿弱烈火灼 烧一般剧痛 也罢了 随你自己选择 我也不抢求你 只是一旦有危险 我是不会救你的 死了也是你自己自不量力 小红挥了挥手 似乎懒得跟他多言 特别是在李云霄面前 他不想因为此人 而耽误了 跟李云霄在一起的宝贵时光 李云霄点头道 好 带我去一趟北海 回来后就立即前往魔界 你就待在阎武城内 修炼一段时间吧 虽然你是红石之灵 但这一届的十方规则 对你也同样会有帮助 去北海做什么 小红愣了一下 他可是刚从北海过来 李云霄道 半点事 只是时间不定会尽量快些 小红立即说道 那我和云霄哥哥一起去 你还是留在阎武城吧 我们只是去找一个人罢了 没什么危险 就是要多好些时间而已 找人 小红眼中一亮 忙到 我在北海待了许久 而且手下也多 可以帮着云霄哥哥找 李云霄并不想带他去 但看着他那张精致面容上 充满恳切意味的表情 有些不忍心拒绝 而且小红一直都待在北海 也许真的能帮上点忙 也说不定 沉思后便道 好 你可以随我去 但一切都必须听我指挥 不仅是你 还有他也是 他指着景七说道 景七憋了老长时间的怒气 浮现上来 咬牙道 我非天武蒙之人 为何要听你的 这条件 未免太霸道了吧 没问题 小红当即硬了下来 转过头来冷冷地盯着景七 道 你爱听便听 不爱听的话 若是惹得云霄 哥哥不高兴 我便杀了你 闻言 景七整个人都愣住了 那冰冷刺骨的眼神 刺破空气而来 里面蕴含着的杀气 更是让他浑身发了 就算完全不在意自己感情 然而连相随多年的主仆情义 也能如此这般说 舍弃就舍弃 景七当下无言 一颗心 似乎也变成冰陀 直邦邦地坠入深渊 就连李云霄 也有些看不下去 忙道 我绝不会为 南景七大人的 只是怕大人行动随意 耽误了我们的事 只要大人不擅自行动 便好 景七则 完全没有反应 面色惨白地 呆立在原地 比他的尸魁 还更像是尸魁 李云霄的话 他完全没有听见 脑海中 回荡着小红 那绝情的话 一声接一声 切割着心头之肉 痛到彻底麻木 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进的阎武城 数日后 一艘古朴无华的战舰 在阎武城内 直接被传送出去 与此同时 北海某处 虚空一下被击碎 那艘长宽数百丈的战舰 从通道内 冲了出来 因为没有固定的传送坐标 只是大约估算了下 北海所在 就直接传送了过去 战舰上 以波木为首 统领所有事宜 波龙和水仙也跟了过来 但众人 都抓紧时间闭关修炼 而波木 并不需要修炼什么了 所以作为 寻找求知法身的统帅 他辨识了一下方位 那战舰 便化作一道流光 往海之森林的方向而去 上次一战后 海之森林基本报废 但他们 与求知法身 分开的地点 就在海之森林附近 所以只能 先去那块海域看看 以众人的分析 求知法身 还在原地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但北海之大 实在难以找寻 只能一点点地势了 并且端木兄妹 和卓清凡 也都跟了过来 实在不行的话 就让端木兄妹 进行推算 卓清凡早在战舰 还未到达 海之森林附近的时候 就已经把那片海域 彻底翻了个底朝天 直到现在 还在海面上搜寻 依然还是什么人影 都没发现 李云霄同样尝试了数次 都未能感应 到鳄鱼的存在 众人的搜寻 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局 战舰静静地停在空中 不知该往哪去 无奈之下 李云霄只好召回卓清凡 让端木有欲出来推算了 端木有欲取出九要心杖 手掌往心杖 底部轻轻一拍 那九要心杖便飞入上空 哐荡 哐荡 随着战环相撞之音 心杖在周围 透射出金色的影子 其内斑驳点点 闪耀四方 仿若周天星斗运转 依靠着心杖之力 可以极大程度地减少 占卜对自身带来的伤害 端木有欲 不断掐绝打入那星图内 顿时引得心杖颤动 荡漾出大片光波 冲刷着星图 李云霄等人都站立在一旁 静静地看着 等待最终结果出来 突然 那光波一阵晃动 心杖四周的星斗 天向一下 崩溃成漫天光点 疏忽不见 哐荡 九要心杖直直坠落 插在剑身上 自圆处荡起一圈金光 端木有欲 一口血就喷了出来 哥 这是怎么回事 端木仓大吃一惊 急忙上前扶住端木有欲 端木有欲 同样是满脸金色 喃喃自语道 怎么回事 为何什么都推算不出来 如此简单的一件事 竟然受到了伪力压制 完全推算不出 伪力压制 李云霄狐一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细细说来 他也修炼了太初真觉 对于时空测算 也有一些感应 端木有欲脸色发白 沉生道 便是那推算之事 涉及到的能量太大 已经逆转了时空艺术 让一切星斗天象 都无法显化出来 波木愣道 即便球的肉躯 是法身镜 也不至于 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阻挡推算吧 端木有欲点了点头 道 怕是有其他的力量 干预进来了 李云霄沉应道 莫不是应语 波木点头道 极有可能 这四海之上 甚至现在 整个天舞界 能有这般力量的 并且会去做这种事的 也就只有真龙应语了 飞泥火重新起 怒道 这个老不死的 早就该湮灭在历史中了 多活这么多年 不知道 多造了多少恶出来 端木有欲摇了摇头 轴眉道 以应语现在的实力 还不足以 阻挡我的推算 多半是那屎龙出手的 这下麻烦了 李云霄担忧道 就算不是应语出手 那鳄鱼也危险了 水仙云秀一幅 美目中划过绿色 这次我们 一定要将那应语找出来 碎尸万段 海之森林 也是被他们这些臭龙回去的 卓青凡道 现在最关键的是 四海之大 我们到哪去找他们 更有可能 他们甚至 也许都不在四海了 端木有欲猛地咬牙 沉声道 让我再试试 我就不幸算不出来 不客 李云霄阻拦道 如果强行推算 与那伪力抗衡的话 只有重伤和折损受缘意图 端木有欲苦笑道 云少多担心了 哪一代的占卜师 不是耗尽受缘而死的 瓦罐不离井口破 将军难免震前亡 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端木施加一直以来 无意不是折兽而死 我也没有想过 要长命百岁 第2211章 在林大伦岛 端木有欲不顾众人阻止 一掌拍在九要心杖上 顿时还生大作 再次演化出心斗意象 绕在其周身旋转 无数魔和古文 从端木有欲的绝印中飞起 太出神觉所蕴含的时空规则 不断演化出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 满目担忧 碰 半晌后 心杖上发出一声金属翠响 一道金光机射向长天 如烟火般炸裂开来 轰隆 那金光射向四面八方 随即淹没在天际 端木苍见状 急忙双手掐绝 身后画出千手千眼 无数符文在千手上推演 兄妹两人合力之下 终于算出了一些端倪 南面 端木苍凝视着南面的方向 凝声道 还是算不出其中具象 只晓得了应该往南面走 小红皱眉道 南面 南面如此大 这范围也未免太广了吧 他狐一道 你们真能推算吗 你说什么 端木苍转头 怒视着小红 咬牙横倒 我哥已经尽力了 为了这一点点线索 刚才那一下推演 至少要损失十年寿元 这就十年 小红压抑地瞪大眼睛 玄机目光怜悯地 看着盘坐虚空的端木有欲 连声嘖嘖地摇了摇头 你这是什么意思 端木苍气不过 怒吃起来 小红却是奄然一笑 耸了耸肩道 没什么意思啊 只是觉得占卜师太苦逼了而已 小红 李云霄沉声一鹤 十分不满他此刻的言行 心中隐隐有些后悔带他来此 他与端木兄妹相交目逆 其二人也一直尽心尽力地 为他忙前忙后 甚至折损受缘也不顾惜 小红此话实在是令人寒心和难堪 于是怒斥道 别乱说话 与公子合苍都已经尽力了 羞得胡言 小红脸色微变 嘴角冰冷地扬起 李云霄的话 他不会去扶你 但内心对端木兄妹的能力 还是不认可 端木有欲缓缓睁开眼来 苦笑道 倒怪不得小红姑娘 的确是我本领不够 但这次推算当真古怪 即便是应语和使龙 也不应该有如此伟力啊 大家一切都要小心才是 波木突然出声道 会不会是那九渊 神渊之主 李云霄一惊 旋即摇了摇头 道 那人实力深不可测 若是他的话 还真有可能 但我想不出他出手的理由 多半不会是他 波木困惑道 那就怪了 李云霄知道 再纠结这些也没有用处 无果之事不能细思 便道 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我们先往南面搜寻吧 清凡兄 还得多劳烦你了 明白 卓清凡微微一笑 身影一闪便消失在战舰上 波木道 南面的范围的确有些大 波龙 你可能沟通这北海海族 让他们帮忙的话就方便多了 波龙面色有些为难 犹豫了一下 才叹道 先祖大人 我尽力吧 恶世在之前 以海皇的名头 一声令下 自然是四海沉浮 但海之森林一战 四海王族都跟海皇电脑翻了 而且尽数惨死 缺少了王族这一层 波龙也从来没跟下面的海族沟通过 怕是没有人认得他 也就是说此时此地 波龙就相当于是一个光干皇帝 他自战舰内飞出 悬浮力于海面之上 此刻正值清晨时分 海面上的漂浮的乳白色的雾气 并不能阻隔他们 这种程度的强者的窥视 算好方位后 波龙长吸了一口气 掐指一道 硬绝打入海中 海面在平静了几个呼吸之后 有几道身影 破水而出 随之而起的是几道冲天水柱 受到召唤而来的是 附近的几个海族组长 在波龙表明身份后 那些组长果然都是大怒不已 胆敢冒充海皇大人 即使你实力通天又怎样 无碑又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别指望我们会屈服 在你的淫威之下 如若来日再见 碧青族群之力将而等 展落于深海之中 几名海族组长都非常有骨气 即使被波龙的气息压制住 也依然破口大骂 一副宁死不屈的架势 几人面面相去 皆是摇头叹息 将他们都放了 李云霄无奈道 先向南走吧 或许能有什么发现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那鳄鱼也出事了 以他刚风之躯本不至于 有危险才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话必 李云霄不由 满脸担忧 众人陷下 也再没其他好办法 只得先向南行 且行且看 战舰飞了大半日之久 也不见任何线索 沿途之中 牧师所及全是茫茫大海 横无济崖 若非战舰上有指针的话 众人怕是早已迷失在其中 景七突然说道 这片海域再往前的话 应该就是大轮岛了 大轮岛 李云霄一愣 道 天欠崖与天舞界大陆连通的中间枢纽 景七点了点头 道 正是 李云霄心中 微微感到讶异 隐约间 似乎捕捉到了什么 道 大轮岛 我去过几次 但却不知 是在这片海域 毕竟四海之大难以估粮 每次都是通过 传送阵过去的 景七大人 可能找到具体位置 景七看也没看李云霄 闷哼了一声 双手抱在胸前 周身散发着桀骜 而冰冷的气场 李云霄碰了一鼻子灰 心中郁闷无比 知道这家伙因为小红的关系 内心早就 恨死自己了 不由在心里长长一叹 小红见不得 李云霄吃扁 柳梅一树 呵斥道 还不赶紧说 景七悠悦地瞪了李云霄一眼 这才说道 当然能找到 大轮岛上 还有我派的驻地 我自然掌握了空间坐标 他生怕小红在训斥他 极为老实地取出一个指针 扔了过去 道 大轮岛的方位指针 小红道 云霄哥哥 是怀疑那求知法身的失踪 跟大轮岛天嵌有关 李云霄道 此事说不准 但我们现在茫然无措 也只能先去大轮岛 碰碰运气了 然后便将那指针拿下去 叫由控制战舰之人 战舰一下加速起来 化作一道流光 全速朝着那坐标而去 一日多时间后 众人终于飞入一片海域 来到了大轮岛范围 岛内依然是车水马龙 各种店家 商铺琳琅满目 不时有传送之光亮起 人流往来络绎不绝 繁荣不减当年 虽然现在天下宗门凋零 但这里却是海外世家 与天舞大陆物质交流的 最大场所 甚至是唯一场所 所以繁华几乎不受摩羯影响 战舰飞入大轮岛领域后 很快便遇到了 强大的结界之力阻拦 来者何人 触动了结界 立即有树道光芒 飞驰而来 惊望着那战舰呵斥道 那战舰上 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 虽然朴实无华 但细节上 却透着巧夺天宫般的精湛工艺 绝非普通战舰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这战舰是直接从外面而来 并非大轮岛内传送进来的 这就说明两点 这战舰的主人 要么是无意中摆到此地 要么是知道 大轮岛具体坐标的 而无意中传入的概率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也就是说 肯定是后者 既然知道大轮岛的具体位置 那么来者的身份 绝不会低 那岛屿的守护者 新念电传之下 便获取到了如此多的信息 并且也都是十分重要的信息 顿时小心起来 态度上不敢怠慢 战舰之上 北镇南高声道 还请通传天谦 崖南丘宇大人 就说天武盟的人 前来拜访 什么 天武盟 那守护者吓了一跳 虽然知道 来者身份不简单 但也绝没想到 是天武盟的人 毕竟天武盟 虽然如日中天 但全副心思 都在魔战之上 而大轮岛 依然是隐世不出 跟大陆上并没有什么利益纷争 莫非他们是来游说天谦牙 加入天武盟的 那守护者心中嘀咕起来 但这种事轮不到他操心 急忙抱拳道 南丘宇大人并不在岛上 我这就去通知 负责此岛的左邪大人 说完 转身一闪 就飞入岛内不见 端木苍美眸眨了眨 道 南丘宇不在岛上吗 那这事 也许跟他们无关 他说不在就不在 李云霄哑然笑道 再者 我们也没认为 此事与天谦牙有关 只是希望能找到 一些线索而已 端木有欲探道 当初真是失策啊 如果留下的不是鳄鱼 而是清凡兄的话 现在估计已经回行了 李云霄苦笑道 当时一战后 战况异常惨烈 谁能想到这许多 很快 从大轮岛上飞起树道光芒 为首一人身形修长 相貌俊朗 虽着一身儒雅青山 但其目光如炬 眉飞入病 看上去十分硬气 不似书生道 更像是个儒匠 来人目光在战舰上闪烁不定 抱拳高声道 大轮岛负责人左协 见过天舞盟的诸位大人 不知是天舞盟哪位大人 驾邻大轮岛 有失远迎 还望恕罪 李云霄回道 在下眼五城李云霄 李云霄 左协和四周几名强者 都是身躯一阵 惊呼起来 叫道天舞盟盟主 不错 但也只是